歡迎回到 《搶救食安》特別報導 那麼事實上食品的風暴 延燒了近一個禮拜了 那麼終於總統出來說了重話 只是說重話有效嗎 那麼總統這28次真言 我們稍後會帶給您 不過我們先來看的是 那麼這兩天的一張照片 暴露出來之後 那麼這個大統的老闆高正麗 那麼他綿密的政商關係 完全曝了光 完全陷了行 那麼逼得這些人 不得不出來做出澄清 我們先來聽 也先來看這則報導 副總統 夫人有幫大統站台 聽到蔡令儀剪彩 副總統吳敦毅頭都沒轉過來 大統政商關係真的很良好嗎 兩年前大統將由開幕灌溉雲集 昨日是當時主管觀光的 總統部長毛治國 再來是副總統夫人蔡令儀 旁邊是馬總統的姐姐馬影男 高正麗就站在最右邊 從開幕政商看來 大統跟高層關係熱弱得很 但敏感的是 現在毛治國正是行政院 主長食安問題的負責人 還說徹查大統絕對嚴懲 外界有所質疑 當時這家廠商並沒有出現 目前這種惡心惡狀的這種現象 所以當時我是交通部長 正在支持觀光產業 以及傳統產業觀光化 毛治國方面澄清 當初大統教養廠開放觀光 主管觀光了毛部長才會答應剪彩 和高正麗絕無私交 任何被波及的官員都急急忙著澄清 如果有心 主事者有心 他就自然能夠從原料到製造的過程 非常嚴謹地進行品質防止 一句要看主事者有沒有心 副總統談食安 談品管 也看食安爭議每天一爆 馬總統憂心忡忡 參訪時廠商還特別鬆上了好兆頭 是我們國運昌龍 那您要不要幫我把這個拉起來 一個上上千 國運上上千 能不能讓台灣度過這一場食安風暴 馬總統要將內閣上井發條 千萬不得大意 提別新聞復定話 自動去林障群 談不倒 好的 那麼幾個被牽涉的高官 紛紛出來自欣 無敦一說 那麼要看主事者有沒有心 這句話有說等於沒說嘛 那麼主事者就是黑心廠商 才造成如今這麼嚴重的問題 那麼再來看毛治國 毛治國說的當然是不是沒有道理 他說當時也不曉得這個人這麼壞 那麼所以我當時在主管觀光 所以我去鼓勵觀光工廠 問題是那麼這個廠商的目的達到了 他拍了這麼一個照片 有總統的姐姐 有副總統的夫人 有部長 事實上還有別人 從中央到地方綿密的這張關係 完全看得出來 事實上這張照片 我們有些人不太認得 不過周一寇事實上他知道 還有地方的一些人 還有誰 其實這個周邊 我今天問了一個中部的政治人物 他跟高經歷他們都很熟的 就是說他事實上在中部地區 台中縣 彰化這一帶 大家都知道高經歷的 藍綠通吃政商關係 非常的良好 而且他們一般的 不是員工跟他相處的人 還都不知道他有那麼多的 苛刻的刻薄員工的 這樣的一個紀錄 所以他雖然不是很矮派 可是低調當中建立了很大的人脈 那一天據當時在現場的人士說 因為中央的這些人士下去 一方面是因為行政院吳院長的時代 對不對 開通了一個觀光的工廠 第二個就是說中部的行政院的辦公室 他們有一個中部 我們不是有一個行政院辦公室的 相關的負責人 這個也在旁邊 對 侯慧先 這以前的立委 對 中央的這一堆人當然就是目光之所在 所以就把他們都拍下來 現場人說邊邊上沒有入境的 多半都是現議員 而且民進黨的這個也很多 換句話講就是說 在當時現場是政商雲集 可是我認為當然毛治國或是吳副總統 他們現在當然就有些無可奈何 可是這是你當時去剪彩的時候 就像藝人代言一樣 你要付出最後的代價 一定的責任吧 那不是說這個人主事者有沒有心 而是你管理主事者的法律夠不夠周全 執法的人夠不夠有魄力 還有你在執法的過程當中的監督 有沒有周嚴呢 這件事情的最大的啟發就是 撿一刀下去你要一輩子負責任 所以我不是非常同情這些 站在台上被批判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絕對不是只有藍營的政治人物 他有綠營的 而綠營的政治人物 已經被地方的檢察署的檢察官 彰化的這個檢察官暗示說 你們再來囉嗦 我就要查你們有沒有對價關係了 對不對 這個所謂再來囉嗦 我講清楚就是說 後來檢察官去搜索的時候 民進黨有一個女的議員就在現場 她得到消息馬上趕過去 趕過去做什麼 但是在挺她 然後高盛利跟大家鞠躬 不情不願的跟大家鞠躬道歉的時候 那議員也跟著一起鞠躬道歉 然後她的助理還說她不認識她 她助理說她是選民服務 知道這件事情到了現場 這個誰相信 但是我跟你講 台灣像高進類這樣的商人 多嗎 全世界都有 就是借事 造事 然後這個弄一些 這就是所謂的人脈 然後用這些人脈關係 用一張照片去騙人 那這個騙得團團轉 而且這裡面就是 這個我們節目討論過的 就是這張照片 會不會是後來 這個這一年來 �衛生署 對不起 衛福部 她接到了這個檢舉函之後 地方的這個衛生局官員 不願意去查 或是相關的人是不願意 舉發的原因 因為她工廠裡面有這張照片 而且她還接待了很多的大陸的要員 因為她那個是觀光工廠 她是那個大陸禮巡團去的地方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只能說高進類是奸商 但是這個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這個奸商後面碰到的是 無能的政府官員 還是沒有好好的用心的政府官員 現在看起來 我相信對面幾位是專家 就是說食品安全的問題 所涉及的官商勾結 跟產官學界的那個利益結構共同體 為什麼從塑化季時候開始到現在 都沒有人願意戳破 甚至於今天在中常會 馬總統 馬主席所聽到的報告 也是一個浮面的報告 深層的原因恐怕更需要研究 對 這個馬總統到底說了什麼 我們待會兒還會仔細探討 今天中常會是不是聊不一格 那麼事實上 我們剛剛從這個COCO 從中央的說話非常清楚 從中央到地方 從藍的到綠的一網打進 事實上那個照片 我們認得幾個大頭之外 很多議員 然後還有中部辦公室主任 如果換作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中央也會有很多人去的 所以在地方上 就是這樣不分藍綠 什麼一網打進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今天還得到另外一個 我們看了也非常訝異的報導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這竟然是一個前高官 在幫棉芬這個讀物在講話 我們要講一下 今天報道上出現了一篇評論的文章 那麼它是前這個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食品工業研究所所長 他說棉芬那麼是 棉芬不會跑到油裡面去 他說棉子油只要去提煉過之後 棉芬不會殘留到油裡面去 我就覺得奇怪了 棉芬如果不會跑到油裡面去 那中國大陸可以用棉芬的國家 他幹嘛制定一個標準 制定說棉芬在油裡面 一定要標準 講這個話我覺得合理嗎 我要特別請教吳教授 到底這個有官員在幫棉芬講話 這個是不是也暴露出 我們不敢說這官員一定有問題 講這個話專業嗎 實質上來講 我記得官員在現階段 根本不應該講這個話 嚴格來講 他脫離這個行業也有一段時間了 而且他是屬於在行政的職位 他也不是真正所謂技術性的職位 我們現在台灣擔心的這個問題 實質上來很多老百姓被 像剛剛我們所講的 比如說政治人物出去幫他撿採 類似有代言的這個情況 就像剛剛我們Coco講的這樣 有代言的這個情況 老百姓千萬眼睛要血亮 不要被這樣的行為 認為就是說 他是贊同這樣的商品 當然我們就糟糕了 我們就上當了 老百姓要知道 就是說政治人物講的話 我們看他的政績 他有哪一個政績 我們相信他政績的 那一部分的作為 如果他沒有那個政績 在這個以前他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其實基本上 不應該去相信政治人物 以現在這個剛剛所講的 這前任劉所長這個事情 棉芬這個東西實質上來講 它是一個分子量 達到518的一個化學分子 它裡面有六個 所謂的氫氧的存機 有兩個全機在 這個東西本身 即便在高溫在700度C之下 它都還不見得會揮發完畢 所以這個東西本來 就是會存在油裡面 就會存在棉子裡面 你現在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不會存在油裡面 就像剛剛講的 為什麼人家中國大陸要定的 0.02個百分比的棉芬的這個 表示他一定會在油裡面 一定會在裡面 他這個定在裡面就是 還是要保障食用油的安全 因為這個棉子油是可以當作食用油 到達大概是18% 多元不保護脂肪酸到達52% 某一個程度來講 它雖然沒有感染油這麼好 但是它還是有油的這個價值 但是你必須要把這個棉芬 通通破裂掉 都把它去掉 這去不去得掉 我相信以台灣現在的基礎 很有可能是沒有去掉 是 那麼我們就講清楚了 今天在報道上發表這個文章的 所謂的高官是誰 他就是前工業局的 生命工業研究所的所長 那麼叫做劉庭英 我們不是說他一定有問題 只他發表這樣的言論 在這個此刻會不會引起人家聯想 我要特別請教郭珍 你覺得這個 我們所謂他背後綿密的正常關係 現在看到這樣的言論 你們商搜尋也做了很深入的報導 他說棉芬根本不會殘留在油沙裡面 等於是為棉芬這個東西脫罪 這樣恰當嗎 我要先說明的是過去七年來 台灣的油品市場食品油 這塊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而且很多廠商是不太賺錢的 七年來他竟然在進口棉子油這個東西 其實食品界是 都知道這個東西其實 是沒有在進口 沒有在用的 而且主要不是用在食品油這一塊 是用在 是用在肥皂的製造 所以他是以肥皂的明目來進口的 我再說明食品油市場 其實兩大集團剛好掌握了 一個是所謂的大統一 一個是中聯油脂 其實是非常大的財團 一個是大統一 一個是所謂的泰山這一塊 所以他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搶佔10%的市場 建構一個1000個供應商的體系 其實他靠的是低價 那這樣的廠商他大量進口 我們的海關竟然沒有 不知道這樣的事情 管制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用低價搶佔這麼多的市場 佔有這麼高的比率 比率10%其實是非常高了 那怎麼可以說他沒有問題呢 等於兩部分的都是一個 那為什麼會在這麼關鍵時刻 出現這樣的言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劉婷英這位 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過去還在衛生署做過官員 所以他是在旋轉門裡面 轉來轉去的 今天他在這樣的一個最 大家非常的疑慮 而且有各種 甚至於政府有這種 非常的打擊黑心的 這個油商的這個免子油進口的 這家公司的這個大動作的同時 他竟然寫一篇文章 放在一個非常大的一型的報紙 而且這位劉婷英所長 前所長他以前被認為是國寶 你知道嗎 你去查他的資料 說他是食品安全的守護神 是國家的一個寶貝專家 那在這個時候寫出來 難免讓人家覺得奇怪 因為蘇哈記當時判了這個很輕 這個200個人只賠了120萬 理由是說衛生署的網站上面 有寫出來說 他會代謝掉 今天劉婷英先生 今天所寫的這篇文章 那我不禁要這個質疑你 在現在這個非常的key point 就是關鍵的時刻 你寫這樣文章是什麼意思 你是幫他開拓嗎 還是你跟高精力有什麼關係 據我今天我這個是沒有求證到 劉先生有這個食品業界人士 也提醒我說 我們要問劉婷英先生 你過去這幾十年來 你跟大統有沒有任何 直接間接的關係 你跟高精力是朋友嗎 是顧問嗎 如果一旦被查出來 一旦被查出來 那你這個國寶 你這個劉婷英 你這個食品工業研究所 前所長的招牌 要怎麼樣對大眾來解釋呢 或者劉婷英前所長 你自己要對這件事情 再繼續說明 否則今天的馬主席 今天江院長 今天毛肯院長 不是都是講了廢話了嗎 對 這個一張照片 事實上只是冰山一角 照片的背後才嚇人 照片上面的人都出來說了話 但是照片背後沒有講話的人 竟然用發表文章的方式 那麼講出這麼關鍵的論點 因為這論點是說 棉芬不會跑到油裡面去 意思就是